欢迎收看《一起学易经》 各位善心大德 贤士同修大家好 阿弥陀佛 欢迎您收看《一起学易经》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家方 唯心圣教教主 鬼谷先世王禅老祖师尊 导驾慈航 光匠世间与师父浑原禅师天人合一 已有四十年 其间师父用中华文化道统 易经风水以及宗教 为信众解忧事宜 也培育出相当多的法师 以及讲师们 一起为世界和平大院 共转法轮 师父也常常开示 鼓励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做人处事可安心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在节目里面邀请到 维心圣教 易经大学所有开班授课的法师 以及讲师来到节目里面 来讲述 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好处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 我们圆如讲师 讲师你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讲师跟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阿弥陀佛 讲师好 恭喜你讲师要开班授课了 接下来我们要开班授课的地方 好像是第一次开课 想请讲师跟观众朋友说 我们的地点以及联络电话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这边是基隆如意教室 我的地址是在基隆市文化路183号 我们是一个观光区 欢迎大家有空来我们的教室里面参拜 阿弥陀佛 谢谢讲师 讲师的我们接下来开课的地址 是在基隆市中山区文化路183号一楼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0912-143-733 0912-143-733 这只手机号码是我们讲师的您的手机号码 是的 那也听说我们接下来开课的地方 基隆如意教室 这个地方的名字是有特别的典故呢 有就是最早期的时候也是因缘和合 那我的学员有人是从基隆到阳眉教室去 去结缘 然后他觉得说我们的法非常的好 所以他就说老师是不是能够到基隆来这边开课 我就提出申请 我就跟教务处提出申请说 我是不是基隆这边有这个荣幸可以到基隆去服务 那结果师傅就看了我一下就跟我讲可以 然后AP核准下来以后 我就想说请师傅 说师傅 师傅 我既然要在基隆 是不是请师傅给我一个教室的名称 师傅就聊我看看 就跟我讲说 那就给你如意 就跟我用讲的讲如意 那因为我的本名我的署名叫林如意 所以说我心里一想说如意也可以 结果师傅看到我这样 可能师傅想说我可能会错语 结果师傅就掏出一个写一张 用那个辩条纸写起来 就写一个如意教室 那个如意是如家思想的如意 就是我如意的意这一个 就写如意教室 就这样子 然后就丢给我 跟我讲 我好高兴 我就说师傅 师傅 那我是不是能够用这个来用雷射 把它雷射起来 我要做一个如意教室的牌匾这样子 结果师傅就看一看我 也没有讲我怎么样 隔第二天的时候 那个教室的元坚法师就跟我讲 我讲如意 如意老师 我跟你讲 那个师傅说你不要用雷射的 师傅要写一幅墨宝给你 哇 要写墨宝 结果我就很高兴 我就说好好好 结果隔几天就拿到我手上 拿到我手上的时候 我也没跟他展开 我没有展开来看 我就想说我要跟他表框 我就请我们的元坚法师 帮我表框起来 表框的时候我也没看 结果他就用一张纸 把它先蒙起来 因为要开嘛 要开光嘛 是 我也没看 结果要开光的时候 我那一天我看日子看好了 结果想说跟他偷偷看一下 把他打开看一下 结果一看到是写 如意道场 有没有 基隆道场如意教室 我心里认了一下 我想说奇怪 师傅写给我是如意教室 没有基隆道场 后来我就赶快打电话 跟元坚法师讲说 法师 法师 到底是基隆道场如意教室 还是基隆如意教室 还是基隆道场如意教室 那叫元坚法师 那叫元坚法师 那怎样 来来来 你比较快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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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来 你下来 我们一起来请示 结果师傅出来 我说师傅 我这厅是什么 基隆道场如意教室 到底是基隆如意教室 还是基隆道场如意教室 师傅来我看一看 我就想让你基隆如意教室 都做没办法 都做没办法 他说不可以 你就是基隆道场 在法界里面 你要归属到基隆道场 所以我也有另外一厂 我也有些基隆如意教室 不然你买我这两厂都给你 我说那不用不用 师傅老祖讲的 我就我欢喜信授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那个牌匾上面有写 我的那个就写 基隆道场如意教室 师傅开始时候就明白了 非常明白的显示 告诉你说你就是 法界的零归心的话 就是要归到基隆道场 是 谢谢讲师 那也很好奇 讲师当初是怎么跟师傅结缘的 因为其实在中门里面 也常常看到讲师 在我们的义工行列 然后也一起参与很多法工的活动 然后给大家的感觉是非常亲切 像妈妈一样的一样 呵护着大家 那也很好奇说 讲师当初是怎么跟师傅结缘认识的呢 阿弥陀佛 其实说起来结缘 这个也是一种空中结法 我记得是在民国 大概是88年左右 刚好师傅在那个台式 台式里面有讲解 那个《鬼谷仙师天头经》 这一部经典 那有一天我就是 想说那天刚好休息 我就按按 结果一看到说 这个主讲者很亲切 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说我很喜欢他 结果一听 哎呀怎么搞得里面的问题 都是发生在我身上 我正愁没办法解决啊 就这样子 然后我开始我就 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是6点 6点 那因为我要做 早上6点 因为我要做生意啊 我只能跟我家师兄 讲说我跟你 我认真做一点 那你6点到6点半 你放我 放我 放家半小时 给我把这个节目看完 是 那我记得好像也有一阵子是5点半 5点半的话我还OK 6点的话等于我去到市场会比较晚 所以我是在这一个情况之下认识到师父 然后我也知道回谷先师天德经 这一部他的书证在哪里 然后我就抽空 抽空打电话到我们那个先佛寺的那个服务处去 我就问说请问一下我要请这一本 这一部经怎么请 结果那里面的师姐说 我们现在电视正在讲 你要的话 你可以你可以来请 按你地址给我 我就寄过去给你 当然我有问 我有问说 那这个功德金要多少 他说你随缘 随缘 我说好 那我就想说 那我就寄一千块过去 寄一千块过去的时候 没想到隔壁有几天 我收到一张收据 上面写900块 收据 还是说热捐900块 我心里想 那还不错 除了供养金 就是说我这一部金是100块 我还可以供养900 我觉得说 像这样子给我的感觉就很文心 而且光明正大 不会让我感觉到说 怎么搞得我的钱一出去 都没钱没钱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 让我第一个起心动念 我觉得说这给我的感觉是最好的 是 是很正派的感觉 对 所以从电视节目之后 就跟师傅结下了这个好缘分 就一直到现在了 对啊 胜一胜也有21年了 21年 那想请问讲师是我们正期班 第几届的学员呢 我是大阪市 12届 12届到现在 哇 真的是有相当相当久的时间了 那这段期间里面呢 相信讲师一定会有很多 信众同修的一个服务经验 以及也有开班授课了 有很多的班级的一个学习 跟教学经验了 那也很好奇说呢 如果说我们现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来学习我们的 《易见风水妙法》的初级班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内容 可以请讲师来跟大家说一下吗 谢谢阿弥陀佛 因为其实初级班 它就好像是小孩子一样 我们在从小孩子里面 一直把它孕育孕育 一直慢慢的让它成长 那初级班的学员 我会比较呵护它 我呵护的方式就是告诉它说 你今天进到我们维新圣教来 你能学到什么东西 可以让你能够保护你自己以外 你还可以去服务众生 这个都是《易经》的一个大道理在 然后他们来我这边的时候 一般我的授课方式的话 我都是以《易经》为基础 因为师父史上讲 《易经》它是大无其外 西无其内 你大道宇宙 浩瀚宇宙 都可以了解很多 那你小到什么 小到你一样东西丢掉了 你藏在哪里 你都可以去把它找出来 所以我们的中文在找东西 是真的非常的 非常利用 对 在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 经验的一个情况 在以往的大专班的孩子 在大安寺学习一个月之后 往往都会忘东忘西 不知道东西放在哪里 那时候也是用《易经》占卜的方式 很快瞬间就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在大安寺的某一个角落 真的是相当有趣跟神奇 也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那一想请教讲师说 我们接下来如果上到初级班 我们要准备课程教材 这些课程教材要让我们自己的同学准备呢 还是我们的《易经》大学有相关的书籍可以使用 我现在在这边要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受课的方式 其实很活泼 但是我们这一个都是有官方的这个标准在 我们跟着标准以外用我们的经验 包括我们所实证出来的东西 跟做印证以后再受课出来 这个就是人家所谓讲的说如是我闻 我们教的绝对是有一定的根据 那在这一部分我们是透过教务处的编制 然后这个讲义 那么讲义它有分两种 一种就是《易经》 另外一种的话就是《风水法则》 在这两部分里面我们都会按部就班 在两年里面把各位教到让你们知道 让你们懂 然后到你们能够用为止 是 谢谢讲师 那在这边学修的过程呢 刚刚讲师也有提到说 在这些学员里面 有一个学员很特别 他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才开始学习我们的初级班的一个课程内容 请讲师分享一下 其实说到这个个案 我也觉得也是我的骄傲 这个学生之前是在越南 在越南他在做支部的 是 然后因为回来探亲 结果没想到碰到疫情 不能过去 没办法过去 他就有一天他就无聊 他就翻信箱翻翻翻 一翻到怎么会翻到一张广告单 一看他说那就是在基隆 而且刚刚好我开课的时间 就是星期二他又有空 所以他说那我就鼓起来一次 结果没想到一听的时候他告诉我 老师我疫情没办法回去 我要来这边读 我要来上这个课可不可以 我说可以 欢迎 结果没想到因为这个因缘 一路下来 他除了读我的疫情外 他可以考上越南文 他已经考上越南文 而且考上越南的那个手 就是人家讲的观光的证照 有考到 然后在这当中的过程当中 他都会自己先占卦 然后问我说老师你看我会不会考上 然后我说疫情的东西就是这样子 告诉你自未来 为什么讲自未来 你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你先占卦心里有个底 然后我要如何去把它散解 这个就是很重要 他就是透过这个疫情的原理 顺顺利利的就一步一步的走到 今天这个阶段来讲的话 他已经成为28届的正旗班的学员 哇 真是太棒了 已经进入到正旗班的课程内容了 所以这段时间真是缘分安排 老祖师尊的安排 让他有机会能够到我们维新圣教来接法 在这边也是也想要请教法师说 我们有自己有孩子的一个状况 也都很担心孩子在外面的生活情况 或者是外面的交通 会不会安全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让我们的隐忧 那在这方面呢 讲师也要跟大家分享说 如果呢 在交通安全上 我们可以怎样的一个情况 谢谢 其实这个 我们基隆如意教室是在观光区 我们的基隆属于海边的 它是一个观光区 随时啊 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很喜欢夜游 是 时常会有夜游的作者 但是夜游难免都会发生差状 那我有一个个案比较特殊的个案 就是说 他的女儿 晚上哦 晚上哦 只要时间一到 12点过后 他就摩托车骑着就出去 那那一天刚好 刚好他下雨天 他的女儿去治状 状那个电线杆 然后送到那个医院的时候 他的昏迷指数 昏迷指数是5 然后5的时候已经是第四天 才找到我这个隐忧教室这边来 告诉我说有没有办法 我挂跟他站起来 我说 这一个还是可以用 我们 像我们这个庙华普传里面 有一个收三文七破的 有一个收三文七破的一个庙华 那我就跟他讲说 那这个用三文七破 来收收就好了 你也不用烦恼 那假如说 他假如恢复正常有出院的话 记得带来给老祖再看一看这样子 我就有这样跟他讲 然后透过我这个收三文七破的方式 就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以后就出院了 那目前呢 他已经可以在社会上赚钱了 哇 真是太殊胜了 在我们宗教法仪上面 有时候是不懂 不相信 也都没有关系 但是应征在自己身边的家人 亲人跟孩子身上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折服 在我们维新圣教 一经风水宗教庙法上的殊胜功德 那在这边呢 也想要请教法师说 我们在宗教法仪上面 我们会有一个阴灵 就是在我们每次水路法会 都会遇到的一个祈福 我们超度的一个项目内容 那在这里呢 也想要请教法师 这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内容呢 我想在这边分享这个故事 会觉得很神奇 就是 这个小女孩呢 今年是28岁 那28岁的时候 因为她 我们都知道嘛 女孩子都会有生理期 那她生理期一向都不正常 都不正常 有时候甚至半年才来一次 非常不正常 然后她跟我讲的时候 妈妈来聊天的时候 就讲到这件事情 我就说 那你要不要我帮你站个挂 那问问题 到底问题出在哪边 28岁了 你的生理期不正常 那你结婚以后怎么办 我就跟她站一个 我跟她讲 这个身上有问题 我就在讲的时候 我就建议她说 你要不要带你女儿去检查 去检查一下 到底问题出在哪边 结果她就真的去检查 去那个挂 她还问我说挂什么科 我说你就挂妇科嘛 然后这个妇科的时候 那个医生就告诉她说 你的那个疏软管里面 那个疏软管里面有个瘤 必须要取出来 你就会正常 是 然后就跟她约嘛 约好以后去开刀出来 后来她告诉我的意思是说 老师老师我跟你讲 那个出来的跟瘤 差不多鸡蛋那么大颗 然后里面还有头发 还有头发还有毛发 我听了我自己也觉得说 不可思议 我就想说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会有方法 可以帮她解决 那么解决的时候 我就去问师傅 我请示师傅说 师傅 师傅像这种状况要怎么样 来写这个超度法会的这个报名表 然后师傅开始 他说这个叫做 亦卵 同胞亦卵 算等于是双胞胎 可是又一个有成 一个就跟着她的这个一起长大 在身体里面 对 那师傅就 那我就再请示师傅说 那师傅像这样子的话 是报名的超度的人是要 他本身还是要 还是别人这样 结果师傅开始 师傅就开始说 这个东西就是 你要用母亲 就是你这个生理期不正常的 这个是姐姐 然后你呢 要再用爸爸妈妈的这个名称 下去帮这个做一个英灵的超度 结果呢 有做了 就是今年来做 今年做好以后 我听 我听他 因为他现在人住在加拿大 他爸爸妈妈有打电话跟我讲说 女儿有怀孕了 已经怀孕了 对 那一切都相当的顺利 对 在以往的过程都不懂 不了解 走了这么多月的网路 让自己的身体这么不舒服 那因为有这个的缘分 来到我们的 呃 园如讲师这边来请法 谢谢讲师 跟我们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案例过程 在这边呢 还要再请讲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接下来开课的地点 以及我们的联络电话 那我开初级班的地点是在 基隆市中山区文化路183号 我的电话是0912-143-733 0912-143-733 欢迎大家一起来共同学艺金 谢谢讲师 我们接下来开课的地点呢 再跟观众朋友说一次 基隆如意教室 基隆市中山区文化路183号一楼 电话是0912-143-733 刚刚在跟讲师聊天的时候 也有提到说 我们在仙佛寺吃饭的时候 是不是都用大碗工 那在我们的如意教室呢 好像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 我们如意教室秉持的师傅 这不怕人吃啦 所以都用大碗工啦 我们基隆如意教室呢 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们叫做 有一个叫做阿英饭店 你们假如有机会 各位观众有机会到我这边来的时候 我才带你们来去吃 非常的随缘随性 他是没有菜单的 你想吃什么都可以 无菜单料理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对 欢迎大家一起来 阿弥陀佛 谢谢讲师 欢迎电视机观众的朋友呢 赶快拿起电话 在基隆地区 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 有在基隆市这个地方呢 赶快拨起这个电话 跟我们的圆如讲师报名说 我想要来上初级班 我想要了解我们的 一金风水宗教妙法 那到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非常感谢 圆如讲师今天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如果大家想对于 我们初级班相关开课的讯息 欢迎到我们的官网 一金大学官网 yju.tw来做查询 今天节目谢谢圆如讲师 来到节目里面 欢迎大家下一次同一时间 收看一起学艺金节目 祝福大家 平安顺心 阿弥陀佛 每个学艺金 公司 开火 没其心 没其心 每个学艺金 收音 不胸 好渐心 好渐心 每个学艺金 家庭 万万万 一条心 一条心 大家学艺金 五大社会电 爱电 五大社会电 爱电 五大社会电 五大社会电 五大社会电